让你去到阿富汗 你不是刮风就是下雨 现在上校被抓了雪民 你耍我 救你 大风大浪是常有的事 我还没说你呢 骚发心 上校被抓的都赖你 上校值八千万 你把他救出来就两斤 我要是不救呢 那正义过瘾就断根 王正义去场里打螺丝 为什么我们说第一滴雪山 是打脸的翻车之作呢 是制作水平差劲吗 是票房不行吗 还是剧情扯淡了 其实从电影角度讲 这三点都不算主因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1979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爆发 在长达十年的战争中 苏联空耗国力损病折降 最后在1989年黯然撤离 要问以苏联的强大 为何最终会以撤离收场呢 我想啊 除了阿富汗人能打以外 那就不得不提美国人的帮助了 当时美国除了对阿富汗 有各项物资援助 舆论战线也同样对苏联火力拳带 在国际上 一方面批判苏联的武装入侵 一方面利用影视传媒作品 鼓励阿富汗对抗苏联 而第一滴血三 就是当时美国制作的一部 政治正确的爽片 所以先给本作下结论 制作水平不错 演得不错 就是十多年之后啊 脸打得有点重 1988年 男主Rumble在泰国已经定居三年了 在这期间 男主一直居住在泰国的一间寺庙 作为回报啊 男主会偶尔参加泰国的格斗比赛 赚取佣金补贴寺庙 平日里也会帮着寺庙干一点杂活 日子虽然比不上美国 但是没有勾心斗角 男主过得也算舒心 一天 男主的老上级上校找到了男主 同行的 还有美国驻泰国大使馆的军官 军官就植入主题了 阿富汗战争已经进行了九年 无数平民惨死在苏军的入侵之下 不过美军对阿富汗援助的独自导弹 已经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苏军现在已经明显很疲乏了 在各地的损失都很大 但是阿富汗边境的A区呢 现在却被苏军切断了和外地的联系 为此啊 美国政府派出了上校 前往阿富汗去联系当地的抵抗军 以便提供独自导弹 帮助他们对抗苏军 而上校知道 这次的任务难度很大 凭自己啊 很难完成 所以他希望男主跟自己一起去 但男主表示啊 这关我屁事啊 是吧 好不容易安顿下来 正享受安静的生活呢 怎么可能重返战场呢 所以他一口围绝了上校 不管上校怎么劝 男主就是不答应 结果啊 上校后面到了阿富汗 就被苏军抓了 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为了正义观影不断根啊 男主是果断重拾机关枪 前往阿富汗去营救上校 你看啊 连男主都这么支持王某 大家还不赶紧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啊 到了阿富汗 男主在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 向A区进发 而上校此刻 正被苏军的A区指挥官丧波审问 丧波告诉上校 自己在A区已经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了 现在需要上校提供关于毒刺导弹的情报 帮助自己升级 只要上校肯配合啊 好处大大地啊 总之绝不会亏待上校的 但是作为美利坚自由战士 上校有怎么可能和丧波合作呢 丧波二话不说 一边胖揍上校 一边逼问毒刺导弹的下落 上校就直接告诉他 导弹其实离你很近 丧波问在哪 上校就回答 影片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 接下来就是男主营救上校的故事 男主在抵抗军一个大叔和小男孩的帮助之下 潜伏进军营 虽然找到了上校 但还是引起了苏军的警觉 双方随机展开火拼 男主疯狂扫射之下 虽然干掉了一批苏军 但是对方火力凶猛 人数众多 不仅帮助自己的小男孩受了伤 男主自己也被爆炸的树枝击中腹 情况紧急啊 眼下救出上校是不可能了 男主三人且战且退 最终顺着下水道逃出了军营 逃到一树山洞 虽说暂时摆脱了危险 但丧波一定会带人追上来的 男主让大叔带着孩子返回营地 自己留在山洞处理伤口 于是就有了影史上著名的镜头 哎呀 这段看着都疼啊 有没有学医的同学们谈谈这个消毒方法靠不靠谱啊 弹幕或者评论区可以聊一聊 总之男主啊 是通过一番刮骨疗毒 算是止住了伤势 丧波呢 也亲自带领一支小队 外出抓捕男主 但是男主并没有向边境逃窜 反倒是一个回马枪杀毁的苏军营地 趁着丧波外出 营地人数不够的情况下 男主果断救下上校和一批阿富汗难民 而后抢下营地的直升机逃走 正巧这个时候 丧波也带着队伍返回了营地 一看这个情况啊 立刻下令击落飞机 而苏军呢 火力强大 男主还没有来得及逃离 飞机就被打得冒烟了 最终迫降在一株山谷 男主和上校告别阿富汗平民之后 向边境突围 但丧波这次啊 是非抓男主不可了 直接开着飞机追得上来 男主躲在暗处 出其不意地打爆一架直升机 然后和上校迅速躲进一个山洞 丧波眼看男主溜走 果断扔下一击重磅炸弹 但也没能搞定他 索性就派出地面部队 进入山洞围剿 活得抓不到 死得也行啊 而这个就正好中了男主的计 因为在山洞这种复杂隐蔽的空间里面 就是男主的天下 男主和上校 初分发挥了特战技能 苏军尽管装备精良 但也比不过男主的外挂呀 各种爆炸弓箭 各种精准射击 苏军的随缘枪法 根本就伤不到男主 不一会儿苏军的小队就群军覆没了 但你以为就这么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啊 男主爬出山洞的一瞬间 苏军一个还没死透的猛男 一把掐住男主 直接把他拽出了山洞 男主和猛男一番入伯 但力量相差实在太大 被猛男是一顿胖揍啊 上一步男主能打败苏军猛男 是凭借着空中优势 但这一次地面上的入伯 男主可没有便宜占啊 尽管用绳子勒住了猛男 但还是被猛男一个反击打倒 紧接着就被一招强人所难死死的扣住 上校是提前爬出了山洞啊 但离男主很远 也不敢开枪射击 而男主眼看就要被勒得窒息 干脆就拼进最后一口气 拉开猛男身上的手榴弹 要和他同归于尽 结果猛男看着男主这招 一下子慌了 而男主呢 也趁机一个回身体 把猛男踹入山洞 KO对方 解决了猛男 上校和男主迅速向边境突围 只要过了边境 苏军就不会吹上来了 但是两条腿终究是跑不过轮子的 丧波的机械化部队 早就在边境等候多时了 这一次丧波是清朝出动 坦克汽车装甲车武装直升机 全面拦截 这一阵势 势必要拿下两人 但是作为百战老兵啊 遇事不要慌 那个年代虽然没有办法发朋友圈 但是腰三还是要装的 要不说男主就是勇啊 和上校两个人直接包围着丧波的几百个小弟 优势在我 直接一个榴弹打了过去 双方展开激战 但丧波的火力太强了 男主嘴上吹牛逼 实际上子弹该躲还是要躲弹 但是打着打着 苏军纷纷把炮口调转了另一个方向 男主抬头一看 竟然是阿富汗抵抗军的骑兵到了 原来是抵抗军大叔和小男孩返回营地之后呼叫的员兵 抵抗军虽然装备简陋 但是人数众多 士气高涨 直接向丧波的部队冲了过来 男主和上校也趁机提枪疯狂扫射 和抵抗军内外加击苏军 而苏军的机械化部队 需要保持距离才能发挥优势 抵抗军的骑兵在冲锋之下和苏军近战 反而让苏军的坦克图属积极 无法发挥火力优势 但是丧波就没这个顾虑了 开着直升机是疯狂扫射 上校躲避不及 中了一枪 好在伤势不重 而苏军在坦克的掩护之下不断反击 骑兵一时间也无法投掷燃烧瓶攻击 死伤惨重 眼看形势不妙 男主索性拿着燃烧瓶 骑上马 向苏军坦克发起冲锋 但还是被一炮炸翻在地 大腿又中了一枪 但这么点小伤肯定是打不垮男主的 最终一个燃烧瓶扔向苏军坦克 趁着苏军士兵爬出坦克的机会 男主一缩地打倒坦克兵 抢下了坦克 而后调转炮口攻击苏军 如此一来 形势瞬间逆转 苏军失去了坦克掩护 被抵抗军逐步戒灭 桑波不甘心就这么失败 对着男主的坦克疯狂扫射 男主也不甘示弱 开炮还击 上校也在一旁猛烈地扫射压制桑波 这场战斗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桑波眼看小弟损失殆尽 自己也不活了 干脆开着飞机 要和男主同归于尽 男主索性也加满油门 机枪大炮火力全开 直接把桑波打上了筛子 最终一声爆炸之下 桑波葬身火汗 而男主也在猛烈地冲击之下 昏了过去 所幸毛熊的坦克疲糟肉厚 男主最终幸存了下来 一番大战之后 苏军群军覆没 上校至此 也在男主的帮助之下 完成了任务 两人最终拒绝了阿富汗抵抗军 留下来的请求 开着车向边境势力 而第一滴血3的故事 也到此结束 第一滴血3是由史太龙主演 上映于1988年的动作电影 电影上映的时候 阿富汗战争还在打 但此时的苏军呢 已经在阿富汗战场 深陷泥潭损失惨重了 所以本片完全是一部 为阿富汗打气的政治点 看看影片结尾的字幕就知道了 精一此片 献给英勇的阿富汗人民 我不知道当时美国人 是以什么心态看待本作的 但我相信 冷战结束十多年之后 当美国佬重复苏联的路 同样深陷阿富汗泥潭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大脸 2001年 美国开启反恐战争 向阿富汗发起了全面进攻 几乎和苏联走得一模一样的路子 先是迅速击败阿富汗政府 而后陷入旷日持久的治安战 在阿富汗多路游击队 稀扰的情况下 美军花费了无数资金 虽然打击了恐怖主义 控制了阿富汗政府 但是并没有消灭塔利班武装 最终在2021年 和当年的苏联一样 全面地撤离阿富汗 阿富汗战争至此完全终结 可以说 当年的阿富汗人 怎么对付的苏联 后来就是怎么对付美国人 美国的人缘损失虽然没有苏联那么重 但是也不小了 尤其是在资金耗费上 要远超当年的苏联 不过美国老财大气粗 是吧 这么点钱还是不心疼的 但这个时候 如果你再看看本作的话 会不会觉得因果循环呢 老实讲 电影还是保持了一贯的大场面 动作观赏性是有的 但是也仅限于此 本作完全沦为了政治正确的影片 让它丧失了前两部批判现实的内核 它反而成为了美国政府舆论武器的一份子 同样的电影 还有史泰龙在1985年主演的洛奇四 这两部都是冷战下的政治电影 很多人会舔那美国大片敢于批判 敢于说实话 言论自由嘛 是吧 但如果我告诉大家 这都是生意 你信不信 第一滴血一和二 是为了迎合当年的越战反思拍的 本作是为了迎合冷战拍的 电影大量描绘了阿富汗 有多么多么欢迎美国人的镜头 暗示当年的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深得人心 这可跟前两部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说美国人喜欢看什么 电影公司就拍什么 90年代苏联解体了 美国从上到下实习大振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 美国拯救地球的好莱坞大编 都是出自苏联解体之后 也因为美国政府打赢了冷战 整个90年代 批判美国政府 就不再是影视圈的主流了 即使是勇闯多命导这样的批判性影片 走的也是爱国的路子 没票房你让他拍摄是吧 至于影片里面提到的 苏联屠杀平民的事情 这种反人类罪行 美国老后来在阿富汗干的还少吗 反恐是没错的 因为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 但是以反恐之名推行霸权主义 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对阿富汗的入侵呢 包括最后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的时候 放弃了一大堆曾经的追随者 我只能说啊 苏联人没干成的 美国老也没干成 他们这些人都不无辜 无辜的只有流离失所 甚至失去生命的阿富汗老百姓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看电影里面 美国人和阿富汗抵抗军并肩作战的场景 是不是觉得有莫大的讽刺呢 国际形势的变化让这部爽变彻底的翻车 如果苏联还在的话 看到今天这个场景啊 估计也会拍布第一滴雪 并且浮上字幕 仅依此片献给英勇的阿富汗人民吧 我想这也是除了票房回报之外 为什么第一滴雪4成绩了十几年的重要原因吧 这里是正义观影 我是汪真义 我们下期再见